大家好,我是赵老师 在这一期视频啊 我给大家举的反面范例都是什么 都是布首 而且这些布首在书写上 其实他们都犯了同样一个错误 大家来看看 这些布首它都是什么旁 都是左旁 在汉字里面它都是写在汉字左侧的 那大家想一想 左右结构的字 如果你看布首在左侧的时候 它右半边是不是还有内容要写啊 那左右两边相接的部分 大家注意笔画之间一定要相互 避让穿插 这样的话左右两边才能 形成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 如果说你这个左边的布首 笔画往右边伸展过去了 那你就会影响左右两边的相接 会让整个字形不紧凑 所以说咱这一布首 千万不能这样写 我们来看看你看该怎么改 比如说木字旁 它这个号你就不能写这么宽 不能往右边写这么宽 很多人不注意这些小细节 其实你这么写它就是不规范的 你看横往右上倾斜 然后树要从横的右侧给它穿过来 大家看一下 然后你看撇直一些 点画稍微靠下写 大家看看 木字旁应该这样写 你看横往外延伸 撇画在横的范围下 然后呢点和横 它右侧是对齐的 你一定要注意啊 你可以往左延伸 但是右边一定要短小 你要知道它右边还有内容要写呢 是吧 包括你看和木旁 其实和它犯的错误是一样的 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小平平 其实这一布首啊 就这些小问题 不要忽略它 觉得这只是小 这只是小事 其实有时候就是这些小细节 就毁了你的字 大家看一下 你看 左部延长 然后右半边 它是对齐的关系 你看米字旁也是的 点儿 然后撇 横往左边延长 然后右半边 你看它是对齐的 你看 撇画往这儿 直一些 点画靠下 撇到横到点 其实这个间隔 应该是基本相等的 你看它右边 也是要对齐的 这是米字旁 然后我们来看牛字旁 都是一样的 你看 横 然后呢 竖垂直向下 好 齐画往左延伸 但是你看右侧 是怎么样的 对齐的 是吧 然后你看我们来看车子旁 首先小短横 然后撇折 这里是对齐的 然后你看竖 垂直向下 然后提画向上 你看右侧是怎么样的 对齐的 你可以往左延伸 但是右侧是对齐的 然后你看 咱再来看下面 这个王字旁 你看王字旁 横 都是这样横 像笔画 它都是左长右短的 这些都是有规律的 你看横 树垂直向下 你看左边长 右边短 是吧 你看它这边都是对齐的 你这个体画是绝对 不能往右边 给它伸展出去的 包括足字旁 大家来看 你看树 横折 往里收 再来一个横 然后树 横 你看这边 你看对齐 然后树 好 再来一个体画 这是足字旁 然后我们来看 这个虫字旁 你看一样的 树 横折 然后树垂直向下 好 提画向上 然后点 右侧 你看对齐 包括你看它这个口 横到横到提 这个间隔 都是相等的 是吧 其实每个部首 都有它的书写技巧 很多人觉得部首简单 简单了 你也不一定就能写规范 你看点有倾倒重 点有倾倒重 然后齐画在这个点的正下方 然后齐画的指向 大家看一下 它的指向是对着低一点的尾巴 这提上去的 你看右侧 这里应该是点和提 这应该是对齐的 这是三连水 你看上紧 下松 外侧 成弧状 所以你不要小看部首啊 很多人觉得 哎 我从这个部首和笔画去练习 感觉有点太掉价了 这东西太简单了 哎 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练习 其实你要这样想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笔画和部首 是咱构成汉字的部件 是不是啊 来零件 如果你笔画和部首 写不规范 你这个后面去练习 常用汉字 你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哎 你根本就没法走下去 所以咱大家一定要打好基础啊 笔画和部首 一定要能规范书写 好 咱这期视频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啊 是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